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好 安为了度阿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那么我们现在 第四篇当中主要讲 不要因痛苦而生起厌倦之心 讲这个问题 这一个科判 分三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要观察 所断罪顾而不能生厌倦之心 第二个 观察对治的功德 对治烦恼的功德 而不应该生起厌倦之心 第三个就是说 观察自己的陈诺 也不应该生起厌倦之心 从凡个方面来进行宣说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知道烦恼的罪过 烦恼的过患 千万不能生厌烦心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世间当中 很多的一些事实来告诉 世间当中的事情 就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 可是人们非常重视 非常辛苦 一直不舍弃精进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对今生来世 对自他一切众生 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所以千万不能舍弃 修学菩提的精进 主要宣讲这个问题 在颂文当中这样讲 列阵击战场 奋力欲灭处 总比自劳时深处烦恼敌 尽此尚不顾 见茂诸胜苦 尚未目的意 不向后逃逸 讲了这个道理 这个意思呢 首先是用了一种比喻 我们世间的 战场的一种比喻来说明 学习佛法的人的 勇敢自信 那么大家众所住之 什么样的人到了战场的时候 他引用无为的精神 都能表现出来呢 这一点我想我们许许多多的人 应该非常了解的 有些人到了 非常激烈的战场上 他很奋力地 想下灭对方 那么这些对方的敌人 实际上是他没有 我们通过兵器来消灭的话 实际上这些敌人 自己死亡的 自然死亡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世间上所有的众生 也在一百年当中 尤其是我们人类的话 百年当中 必定会自然死亡的 会无常的魔君 会吞没的 你没有打死 他也是会死亡的 有些人的寿命是几十年的 有些是几个月的 也这种有 而且这些敌人也是被各种 业励 烦恼 痛苦所逼迫的 极其可怜的 非常可别 这种敌人的话 那么世间上的人们 你非要灭绝不可 非要杀灭不可 如果你没有全部消灭干净 他永远也是不会退回的 即使你在战场上 遇到再大的困难 比如说有一些以前 古代印度也有习惯 在战场上用长矛 弓箭 还有一些刀剑等等 有各种兵器 用各种兵器吃着你的身体 你的身体就切成一片一片 或者这些兵器吃入你的身体的时候 但是你现在 一直根本不会退下去 这种精神 根本不会退下去 一般在这里作者主要讲 印度当时的一些 英雄浩瀚的一些事迹 来说明我们菩萨的精神 从当时的一些 生动活泼 铁切的比喻来看 印度的生活习惯 跟现在我们世间的很多的习惯 基本上是相同的 因为当时在战场上 也是有这些兵器的功绩 不过以前《修行简论》 《修行简论》的一个讲义里面 说是 印度有这些兵器 但是像子弹 枪的那种 当时古代的时候 包括子弹和打枪 这方面的工具 兵器没有 有一个高僧 我记得也有这样说的 可能也是 印度的很多论典当中 现在都是有 现在都是我们跟国际上 基本上是相同的 但当年的时候可能也许没有 但不管怎么样 如果遇到了战场上的时候 不顾一切 义无反顾的 一定要将对方全部吞没 一直获得战胜 没有获得战胜 他就绝对不会逃跑 绝对不会回来 这是可能世间上 也有这样的要求 一般作战的人 或者说当兵的人 包括我们现在世间的 有些人 也有这样的 以前去残军的 去当过兵的 他们在战场上回来的时候 也是经常讲这些 我们在当战士的时候 前面是敌人 后面也是有残军 如果我不敢上去返回来 后面的人也会 开枪而打死的 所以世间确实是 有这样的 英雄的实际 我们藏地有这种说法 世间上非常英雄的这些人 跟敌人作战的过程当中 即使你的内脏 已经掏出来了 就用刀子 或者是用其他的兵器 你的肠子等内脏 已经流出来了 那么把内脏 用衣服来包着 然后一边包着内脏 一边在前方上 向敌人进行与虚作战 或者生死剥毒 会这样的 这是世间当中也有 可能我们这里很多的道友 也看过一些 比如说以前世间的民族英雄 岳飞的一些故事 岳飞也是在当时 当时来讲是非常英雄的 他在39岁的时候死的吧 那个之前不管是怎么 他参加的这种 他带动的军队 基本上都获得战胜的 也有这种 还有我们世间的关羽 关羽他也是在作战方面 尤其是他 不管是什么样的赞叹上 他的勇敢后来的人们 也是极为的赞叹 有一次都是他的胳膊上 射入毒箭 然后把毒箭一身一看 必须要从肉全部割下来 不割的话不行的 当时那个关羽根本不必愿 但是他的面色 一点也是没有改变 心里也没有动摇 当时这些人的这种 应用无为的精神 也是非常非常的 从我们修行人的有些精神 相比较起来 真的非常可怕 以前世间上 也可以这样说吧 有一个叫做拉普伦吧 他也是在法国 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军事下 人们后来也有许多的 赞叹他的 然后当时他也是 带领过多次的战争吧 很多战场上来 获得胜利的 他每一次的这种战场 只要你去作战 根本不会 不像自己 一直想获得胜利为止 所以后来有些人们 都是这样说 就像我们现在全球上那样 信息比较发达 当时都是可能被称为 他是世界上第一英雄 因为当时的年代 不管是我们哪一个民族 有些认为民族英雄 是最了不起的 有些认为国家当中的英雄 是为了不起的 有些发动军队的人 也很了不起 有些包括一些村子里面 村里面的英雄非常了不起 当时的趋势是这样的 但后来现在的趋势 稍微有点改变 因为现在如果一个民族里面 就是有个英雄 如果一个国家里面有个英雄 他的这种美名 也不是特别的 他的身亡不是很高 因为现在的世界 基本上是跟原来的传统 我觉得有点改变 现在基本上认为 大家就和和好 没有必要一个人发动战争 一个人站起来 说他自己什么都不在乎的话 好像不但是不认为 他是非常了不起的英雄 而且还认为这个人 有点爱战争 爱杀人 这样接近于恐怖分子 所以我们有些村落 有些部落里面 比较落后的地方 应该用现在比较开放的思想 来进行观输一些佛教的教育 我觉得有点必要 包括我们大概在 几十年的历史 从这个历史 我们从小的时候 我们所学的这些知识 全部是这个英雄 那个英雄 一定要赞灯 一定要获得胜利 基本上里里外外的宣传 全部是这样的 但现在如果这样 可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也会冲突 民族与民族之间也冲突 还有人与人之间也会冲突 所以我们觉得现在有一个称呼 杀旁生的人英雄 这个还是有一种称呼吧 比如说你一天杀多少个 什么尼齐瓦 多少个黄山 在他们这一届人当中 他们认为是很了不起的 除此之外一般来讲 可能世间的有些方向 也有一点改变 不管怎么样 我想当时印度有这种传统 这一点可能我们这里的很多道友 也非常清楚 人们觉得 哎 这个战士很了不起 他已经获得胜利 开选归来 大家都这样认为 所以这些人 他也是不顾自己 不顾一切 只要获得胜利为止 世间的战场是这样的 所以寂天菩萨在这里面 也是已经用了这样的比喻 平时我看 我们在座的人也好 在外面接受的道友们 对战争 尤其是也看过很多的一些 关于作战方面 暴力的战争 各种战争 大家都有兴趣 什么看电视 看电影 看各种各样的 但现在我是这样认为的 大家对看电视 看电影 最好不要有很大的兴趣 其实依靠这些 除了一些比较可靠的行为以外 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 包括一些在家居士 你真正想学法 依靠这些魔影 对自己的修行全部会浪费 尤其是出家人 我觉得不要 每一次到了旅店里以后 马上第一个 还没有吃一顿饭的时候 就马上看见这个电视机 然后就把它打开 一直专注于这样的 这种方式可能不太好 真的 这个习气 一方面知道 我们作为凡夫人 依靠这些对境的时候 就觉得这里面 找到很多的快乐 其实也不快乐 里面全部是骗人的 应该可以这样讲 如果我们从佛教的阳光来看 有些人觉得 可能也许这个话是有点过分 但实际上真的在从中 能得到什么样的知识 包括我们现在世间的人 根本不学佛的 没有信仰宗教的 有些专家 有智慧的人 他们从来都不看这些 根本不看电视上的 各种生贪心的 生嗔恨心的 我几年吧 到了大年的时候 我遇到一个美国的 他国际都是中国的 但现在在美国工作 有一位博士 他对佛法也有兴趣 对世间的任何一个知识 特别有兴趣 他说他对电视好几年以来 根本都是没有看过 不过他特别地专注 我都觉得作为一个佛教徒 非常惭愧 他那样对他主要的研究 并不是佛教 但是他还是对人们 有很多的一些 他有一些创意 一些法明 然后对他的法明上面 白天晚上一直专注 只有晚上就像我们以前的一些 大乘修行人的 晚上的时间安排一样 短短的时间当中 回去睡一会儿 然后其他的话 他什么享受的时间都是没有 他说 我现在四十多岁的人 什么结婚 娶妻子的时间也没有 然后享受那个 外面什么广告女友 这些时间都是没有的 我全部都全力以赴 想献给人们 我现在拥有的这些智慧 我就要想对人们 和对整个地球上的人 做一点好事 他说 包括他 扫地的时间都是没有的 他说 我早上我到上班的那个地方 就开车 然后到那里去上班 一直专门研究 然后晚上回来的时候 就在那儿睡 所以他说 睡的地方没有灰尘 其他的话全部是灰尘 只有一条路 真的这样的 看起来还是人非常聪明的 也心地也极为善良的 一直想到众生的事情 虽然跟我们大乘的理念 稍微有点差别 但是我觉得世间上 真的有一些了不起的这些人 那么他们像电视 包括这些现在世间的一些 蛊惑人心的所有的对境 不敢兴趣的 而我们的有些 出家人也好 有些居士 前一段时间我听到 我们学习《入行论》的有些人 学《入行论》大概是四十多分钟 他觉得时间特别长 然后看一些连续片 听说要花五六个小时 他觉得时间特别短 真的是业力现前 那么你在五六个小时里面 看的是大概多少知识 真的你们自己也 如果一些小孩子这样可能不太懂 而真正一些成年人 应该要想一想 自己获得什么样的利润 获得什么样的收益 你什么收益都没有 什么这样都没有 你的时间这样交易 值不值得 所以大家以后 包括自相续当中生起一些贪嗔痴的 各种隐忧的对境 尽量地少接触 没有必要 自己应该掌握自己的时间 这一点一定是有必要的 所以我们世间历史上 有很多的一些英雄 他们没有到达自己的目的地之前 根本不会回来 这就是他们勇敢的一种精神 那么同样的 我们从意义方面来讲 狂妄正精进 知觉知欲灭尽 恒为痛苦因 自然烦恼敌 那么世间的人 没有多大的意义 如是勇敢 如是精进 这样我们已经在诸佛菩萨面前 发了菩提心 而且承诺 承诺我要利益众生 自己修学佛法 就这样有一个承诺 这样我们一定要 为什么不应该精进的啊 一直要消灭 我们自相续当中的 一切痛苦的根源 那么自然的烦恼敌 他就是一切痛苦的根源 这个跟敌人 我们下面想比较起来 就完全不相同的 如果外面世间的普通敌人 他给我做的一切痛苦是不可能的 在这个轮回当中 我活着的时候 所有的痛苦 他也不可能的 然后世间前面也观察了 善恶趣的痛苦 他也不可能给我的 这个是我们烦恼敌人 对我特殊的痛苦 然后这些烦恼 他是自然怨敌 并不是我们有原因的 就像我们世间的敌人 我如果没有诽谤他 我没有说他 我从来都是对他 非常恭敬的话 他不一定 无严无故当作害你的 一定是有一些情愿吧 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如果有一定的过程 他对你不好 你可能是在背后说他 或者对他搞破坏 有这些事情 而烦恼 我们从来也没有害过他 我们不管是无始以来也好 在即生当中 根本想不起来 我今天欺负贪心 让我对诽谤嗔恨心 等等 然后他就马上不高兴 不是给我这样报处的 他就像我们一些恶人 不用对他造麻烦 就这样他的本性 根本并非我们害他而造成的 他自己历来都是这样的 历来都是他非常的多 非常的凶狠 一直危害所有的众生 所以他是自然的原地 那么所谓的烦恼 跟世间的地是不相同的 世间的人们为了这些非常可怜的 自己自然而然死亡的 这些敌人面前 有这么大的嗔恨心 有需要这么大的力量 来对付和剥斗 而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 也算是一种战士 对烦恼作战的一些战士 我们来讲 我们一定要 对烦恼进行剥斗 但在我们与烦恼 决战的过程当中 当然也是需要 各方面的精神 比如说一个战士 他要去上战场的时候 他首先可能各方面 也是做好准备的 所以我们作为修行人 也是与烦恼剥斗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自己注意各方面 否则你越精进的时候 外面的魔王波讯越来残害你 我们世间所说的 祷告一持 魔告一掌 我们有些修行人 修行得越来越发越深 你的信心越大的时候 魔障经常来干扰 但即使有多少个魔障 来干扰你的时候 你的信心和义力 永远都是不能退转 我们心里都是 经常这样想 世间的这些人没有任何意义的时候 对付敌人有如是的精进 如是的坚强 那么我们作为在诸佛菩萨面前 承诺发菩提心的人 永远也不能退下去 不能退 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以他这里应该说 我们对自然烦恼 一定要坚强 这个意思 故尽谁造之 百般诸痛苦 然中不应当 上知生邪怠 所以我们现在 虽然在修学过程当中 对付烦恼的时候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痛苦 困难 因为有些修行人 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可能是没有吃的 没有穿的 包括身体不好 别人经常感染你 制造违缘的 受到挫折 违缘等 这种现象是会有的 但是你再遇到了 什么样的痛苦 烦恼 这个时候你就根本不应该 以这些违缘 就是因切而退失菩提心 退失你的信心 而在修学过程当中 出现邪怠 出现善恼 这些都是绝不允许的 我们可以看一看 以前的藏地也好 汉地也好 印度 就是许多这些高僧大德的历史 有时候翻开这些历史以后 对自己的心有非常大的帮助 然后每一个高僧大德 他在修学过程当中 也并不是没有烦恼的 还是遇到烦恼的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是怎么样精进的 而且前一段时间 我看了《江耀格西》的一个传记 真的有时候看 我们自己修行 跟这些高僧大德的修行 完全是不相同的 他在热障师附近 闭关十二年 在那个时候 他的一位上师跟他说 你不要太精进 不然你身体受不了 你应该还是要稍微放松一下 他说 我一想到 我们人生是什么难得 机会是那么好 那么我现在根本没有放松的时间 放松根本来不及 他当时有些说的话 真的 我们现在修行人非常的惭愧 我们修行人是什么样呢 就是我为了治病 我为了发财 我为了健康 有些人虽然没有这样 世间八法的念头 但是好像不知不觉当中是 他而且当时讲了 每天闭关的时候 他根本不知道 白天和晚上 我们有时候也是 特别精进的时候 不知道天黑了 不知道天亮了 你就背诵 特别精进的时候就这样的 他即便上十二年当中都是 不知道白天黑夜 根本不分 一直专注 一直精进地在这样学 所以以前的这些大德们 成就也是 成就率相当高的 而且他们的心思 也没有现在外境那样 特别的散乱 没有的 就一直一心一意地专注 想获得解脱 想获得来世 现在的修行人 很多人不是求来世的 就是求今生福报的 那求今生福报的话 那动态 动机就已经不行了 这样以后你真正地 获得的果实是什么样 就没有了 有些人你刚开始的时候 都是开始 至高气阳 昂修定修 我一定要好好修行 没有问题 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一定要学习如性来往 就决定会圆满 但到了中间的时候就开始 被烦恼的敌人作战的过程当中 完全失败了 退下去了 所以我们觉得 这些人是中间 应该说 与烦恼作战过程当中 就已经被打死了 就已经没有了 你们看一看 我们现在有些个别的小组当中 刚开始的时候 有些人 当然人倒是现在不少 这个没有什么的 但是有些人 刚开始的时候说得很大 那中间的时候 就开始一鸣无虎了 已经死了 我们也可以超度他 念观音信 其实这些人很可怜的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已经倒下去 以后什么时候获得救脱 获得解脱 可以说是大海脑争 对我们有些人来讲 根本是没有办法的 因此在与烦恼的 局战过程当中 有多少个异性浩瀚 已经获得成就了 有多少人在这个过程当中 已经不行了 哎 到了中间的时候 就已经像烦恼投降了 有些被烦恼打死了 可以这样说的 那么有些虽然没有打死 但是伤得很严重 可能没有希望了 自己也觉得自己已经不行了 已经中到这个药海上 可能还是心脏上 或者有这种情况 但有些可能 虽然中间有点违缘 但现在基本上已经恢复了 有希望以后 可能再不会化下去 真的修行的过程当中 还是看见很多人的表演 我希望我们在座的人 连一部论典 都没有三十三种 那学佛确实是 一种非常可笑的事情 大家一定要精进 不能写的 对治烦恼的过程当中 对有些人来讲 这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我看见以前 在外面一位大德 他写的 也是他的这种教言吧 就汇集成一个叫做 我们都需要爱 这么一本书 这里面他说 我在昆怒仁波切面前 听受《入菩萨行论》的时候 我当时说 对治烦恼的敌人很容易 因为烦恼特别地缺陌薄弱 我的上师告诉我 对对对 烦恼不需要原子弹 不需要核武器 他说的确也是这样的 对住烦恼 不需要其他复杂 昂贵的各种兵器 不需要 只要一颗非常坚定的决心 对有些人来讲 也就是他们师徒的对话一样 只要一颗坚定的心 任何烦恼不可能害你的 我觉得这就是圣者的语言 但有些人来讲 对着烦恼是非常复杂的 前年他有一个人 给我打电话 就是说 他在修学过程当中的苦难 尤其是感情上 他的家人被别人如何 给我讲了二十二分钟 然后我首先以悲悯心来 一直说他 什么样的教言 也是没有用的 就是大圆满观察自己的心 烦恼自解脱 然后中观观察自己心的时候 烦恼本体变为空性 后来为世的 万法为心的观点 最后我用进步的一些观点 但也没办法 首先我想应该是 最好是用大圆满来好 结果没办法 他就好像自己描述自己的过程 我以前是什么样 现在是什么样 他的手机是什么样 我的手机是什么样 一直在一些小小的问题上 我明明知道 他的分别念一直在增加 然后他自己也可能偶尔 好像有些昏迷过去的人一样 稍微醒过来一点 又不行了 就已经遮掌了 真的有时候烦恼 特别深重的人来讲 对着烦恼 要对烦恼获得战胜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对有些高僧大德和 有些修行人来讲 对着烦恼确实是非常容易的 非常容易的事情 因此我想我们选择那一条路 自己也要观察 你选择的过程当中 当然对着法 很多人来讲不是那么容易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发了这样的菩提心 大家应该想一下 以前高僧大德们的行为 是什么样的 现在很多人有时候 搞一些名声方面 有时候搞一些建筑方面 内在的修行 很多人不太重视的一个时代 所以我想我们佛教 就腐败在这个地方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 内在没有什么修行的境界 如果内在没有修行的境界 那么我们佛教徒 就变成一个外在的形象了 内在有境界的话 那么不管你是出家人 在家人 不管什么样的外道和邪魔 不会摧乎我们 因此每一个人应该重视修行 并不是菩提心 并不是这些大乘论典没有加持 谁修行 谁会得到这种改善 所以有时候 我们闻思很重要的 但是闻思的同时 不能离开修行 每一次都是应该想到 高僧大德们是怎么修的 我这几十年当中 也是应该想烦恼剥夺 想尽量地对治自相续的烦恼 帮助其他众生的 摧毁烦恼方面做一点工作 这是我想 我们每一个修行人来讲 他这里也引用了 很多很多的一些比喻 很精彩的 实际上我们有些战争 通过这种比喻来说明 可能很多人的心能知道 你看世间上的人们也是这样 那我们对烦恼剥夺过程当中说 我是什么样的心态来进行相波 应该这样想 这是一个下面就是说 观察对治的功德 来不应该生起厌绝 中而厌重我们不能生厌绝情 到了中间的时候 我现在听不懂了 我现在学不懂了 我现在走不懂了 然后慢慢慢慢就下来了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不应该这样的 你不管怎么样 你的信心没有退 当然我们的智慧有差别 然后自己的悲心也有差别 这些都是跟我们前世的 学习有一些关系 但是懈怠 看有时候自己可以对治 因此尽量都不要懈怠 一定要精进 那么下面就是说 他这个也是以比喻和意义 相结合的方式来宣讲的 那么这几天 寂天菩萨一直是用战争的一些比喻来 就是告诉我们 怎么样学习《入菩萨行论》 怎么样学习大乘佛号 那么这个也是世间当中 有些喜欢做战争的一些战士 这张僵尸 他们是为了一些小小的利益 获得一些名声 获得别人的赞叹 获得一些战士的地位 财产等等 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 他到了战场上以后 回来的时候 他的身上可能会有一些伤痕 当时在战场上 留下来的一些伤痕 没有死 回来的这种了 然后这些伤痕 在很多人面前炫耀 就是说 我在战场上 如何如何的英雄 就像他配着的寻长一样 悬崖夸耀自己 就是说 我如何英雄啊 我都记得我们以前 我们一个亲戚 他 我们当时特别小的时候 他经常跟我们讲 你看我这里有个伤痕 这个给某某某英雄 作战的时候留下来的 然后我这里有一个伤疤 这个也是什么什么 不是 我都没有战场过 他经常就悬崖自己 你看你们不要热我 我不是那么好热的人 我一般的这些伤害 就不怕的 等等 经常悬崖自己 就是说 我们当时也觉得 因为一方面 小孩子的心容易变 一看到 这个人肯定很厉害的 你看那么深的伤口 那这个人肯定很厉害的 就经常怕他 有这种想法 实际上 寂天菩萨的这种故事 应该在印度当时的 丰俗习惯为利而知 我看现在的民族 都有 以前上师如意宝 也是讲这个颂诗的时候 说 藏地也普遍有这个说法 一般有些人 有些老的一些战士 他有时候都是脱下伤痕 伤痕累累 给很多新战士看 你看 上战场应该像我这样 不怕死的 像这样的这种标准 说明是非常英雄的一种标记 他只是象征着一个非常 要不起的英雄 一种装饰品来悬崖自己 有时候上师说 我们现在藏地有一种说法 说是 头上有伤疤的话 后面有伤疤 说明往后跑的时候打的 是一种垂落的象征 然后前面的伤疤说是 向你进行剥斗的时候就前面打的 后来上师看了一下 那也不一定的 他不敢往后爬 怎么说 往后退 这样的时候也许打了 也算是一种 前面的话也不一定 全部是英雄 以前也有这种说法 不管怎么样 我想现在世间人当中也是有 现在日本的有些人 他有些把头缠着的 外面有红色的红点点 这个说明是 他们一种英雄的标志 他那个红点 也是表示鲜血 那么世间许许多多的这样 战事当中也好 或者我们社会当中 也是有什么红卫兵 好多 也是表示鲜血 以前希特勒的一些眷属 他也是有这种 各种柏子手柄上 有一些缠着的记号 这也是他们英雄的 一种象征 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来讲 实际上 他的这种英雄的记号 很多人都会可能陷露吧 包括现在外面黑社会的一些人 他们也听说 我都这样听说 黑社会的黑道大哥 他们经常把身上的这些伤痕 这些在眷属当中给大家看 你们给我做事情的时候 必须要一个人身上有什么什么 就是用这种来表示 所以这也是一个人的 人们的一种传统 大家本来你这样的话 没有什么多大的利益 我们也可以顾病思义想得到 他结果他怎么英雄 他能赞产怎么样呢 他有一个伤痕 有什么了不起的 没有什么的 可是人们的确也是觉得 这个人是很了不起 很英雄 你看看到有伤痕 多么了不起啊 以前我们学生里面都是有啊 头上有好多伤痕的有些人 你怎么样 到时候要不要给你 头上有几个伤痕啊 给我们这样看的时候 我们都特别害怕 但有时候我们也觉得 确实有些学生的时候 你们可能不知道有没有 我们有些特别喜欢 大家的那些小孩子的头生 伤痕相当多 有这种情况 那么这些就是说 世间上的人们只有一点点的利益 都给别人看着 这是一个英雄的装饰品 这样来得到的 世间上也是这样的 而我们现在为了利益 世间当中的所有众生 然后就仅仅修行佛法 暂时在生活过程当中 遇到一点点的困难 痛苦 这是有什么不能忍受的 你看世间上 一点点的利益 他也是给别人陷入 认为自己是非常英雄 我们在修行与烦恼作战的过程当中 身上如果出现伤疤 或者没有吃 没有穿 真的你在修学过程当中 有点受伤 这就是真正的英雄的标志 可是这样 在每一个人一生的经历当中 能做出多少呢 恐怕很多人都没有 稍微中午饭没有吃 或者稍微一天没有休息 觉得说 哇 我这次非常精进 对善法方面 很多人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苦心 稍微有一点痛苦 大家都是不要认为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不能这么想 一定要克服这种困难 我昨前天看到 有一个道友刚刚出家 他一边承受他的经历 一边他自己哭起来了 但一方面都是很不错的 他说 我住在一个别人的牛粉棚里面 我说 你最近吃饭怎么解决啊 在一个礼拜当中 我做一次饭 其他我就暂时吃一点 领帅的东西 别的现在没办法 我觉得这种人的精神还是可以的 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也许是有这样的 但能不能坚持不好说 刚开始有些条件不允许 有些真的不管怎么样 自己放弃一切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遇到一些 从表面上看到 我看我们一个礼拜当中 没有做一顿饭 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在借用别人的牛粉棚 而且每个月住进五十块钱 我问了 想想细细地问了 问了以后 我回去以后也想了一下 现在我们很多人的修行 刚开始的时候 包括我在内的时候 还是有这样的心 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获得成就 一定要在这里好好地 没有一点成就 我永远也是不会到这个世间上去 再怎么样哭 再怎么样能 所以当时自己的主厨 当时这些刚开始的勇敢 现在比较起来的时候 真的差距特别大 所以有些人他的苦心 永远都还是能坚持下去的 有些人到了中间以后 可能发心不能那么究竟 也有这种情况 不管怎么样 刚开始想出家 想精进学法 这样的这种精神 我觉得在我们短暂的人生当中 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但有了这样的心经常要培养 没有培养的话 我们的心很容易受环境的污染 环境的影响 而很快的时间当中 这个道性就会退市的 所以我们听到这些 英雄的一些事迹以后 世间的人们对自己的 小小的一些利益 微薄的一些 世间八法也如是地 将自己身上一块一块的肉 一块一块地割下去 他都不一定要认受 而且他还觉得 理所当然 天经地义的事情 他这样认为 而我们修行人在这方面 有没有这样的勇气 有没有这样的志气 这方面自己要想 如果稍微信 首先我觉得 我们对闻思修行方面的兴趣 不要看着一般的一种传统 以前的修行人 也是老得有这种观念 我们也这样做吧 这样做就可以吧 不能这么想 就是一定要 我要对修行的话 一定要获得成就 有时候我们看 刚开始学佛的人 他的这种想法是很不错的 他觉得是 一定要想获得一个成就 没有获得成就的话 不会去 以前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大概是在可能十年前吧 有一个人说 我一定要成就 没有成就的话 那我不离开你的家门 他一直大概一两个小时 都是不离开我的家 他一直坐在那儿 一定要成就 我说 我给你成就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好好学法吧 我一定要成就 我一直坐在这里 我一直要成就 我没有成就之前 我不愿意离开你的家 这不是说瞎话 真的有时候 我们有一种这样的精进感 有一种这样的决心 这个很难得 现在很多修行人 好像完成一个任务一样 反正这样的老观念 老传统 就是这样混日子 吃一顿饭就可以 不应该这样想 确实佛法的意义上面 让我们成就 让我们获得这些悉地的百分之百 决定是有的 这个是没有什么说的 关键是看我们的精进 我们的信心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自己真的有这方面 这样的决心加持也同样得到 后来这些人 我刚才说的那个人 也现在虽然没有 这么搞的成就 但是也变成了 非常不错的法师 所以我觉得刚开始一方面 他的一些做法也有点 别人有点接受不了的感觉 所以我不敢提名 但是也带有一点 有点愚笨的感觉 你怎么一直坐在门槛上 我之前不坐 但后来自己有这样的一种毅力 有这样的决心 肯定是下了功夫的 下了功夫以后 自己也有一定的成就 所以我想大家还是应该 对佛法有这么大的信心 觉得很重要 好 今天讲到这里吧 是什么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